总寻工厂明明是食品原料厂 桌上却白了除胶剂 叫说员工 以除胶剂私除原有过期的一个标签 那在尾变造 有效期限 除胶剂成了铁证 更多的是已经过期的原料 过期一两年算小case 还找到2009年的调味粉 这个更夸张 便利贴不忘提醒下次可以混着出货 大队人马兵分12路 总计查气7处 一共封存过期食品原物料 品项达100种以上 数量于22公顿 他们的进货 有很多可能跟收银期限很接近的 就没办法再出货了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他们希望减定自己的损失 黑心原料商串改有效期限 卖过期商品 其中肉品大厂补丰 买进改标的肉增多火腿调味粉 算计迷迭香香料 制成10种商品 除了供给团扇业者外 还捕获各大卖场 研塑机700克跟上槽机600克 这两个是在一般的卖场 可以给消费者买得到 除了捕风过期红茶粉 卖给石城公司 代工奶茶销往美国 过期的豆浆粉 也透过高雄望来新公司 卖给散客 250公斤早已销售一空 甚至雄勋公司董事长 自己开的烘焙房 也使用大量过期原料 造成这个社会大众的不安 我们这边深感抱歉 那事实上我们少部分的食品原料 的日期标签 确实有曾经被修改 商讯公司透过律师除面道歉 卫生局表示食品过期容易变质 产生细菌 吃进人体对健康有害 随即前往卖场 要将可疑产品下架 由于这次是源头违法 波及很多下游不知情厂商 到底流向了 受害程度多广 还得要一一理清 记者王一超 SNG小组台中报道